走 哈喽 大家好 诶 彤彤呢 你是小猪 你是小猪 现在是复活节假期 我们今天又开着长车 要去Double 这次我们要挑战一下 不花一分钱的出售 我们在讨论 我们这个营地全都没有book 就是没有预电也没有花钱 然后因为我们带着房车 所以我们就想说 找到一些那种可以停的那种 Camping Set 没有钱的 对 然后我们就先直奔蓝山走喽 哇 这个营地好棒啊 就在水边上 好 我就要上了鱼 好 我觉得你已经很正了 乖 非常好听得很好 这是一个疯狂的宫月家 我们在房车里喽 太美了 大红楼 厉害的,乖乖 好了,我们的扎营了 这个太美了 哇,可以看到好多鱼 真美啊 我现在要吃一些下午茶了 这里实在是太舒服了 跟着冲冲 这吃了一下子就感觉好放松 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 尤其上班几天都很紧张 这个营地太适合露营初学者了 它靠近阑珊 在4月份就已经感受到秋意 红叶,黄叶,错乐有致 构成了一幅秋日美景 啊,这个营地设施好齐全 还有小朋友的playground 你看下来做的 哇 尺寸,最喜欢的秋千环哈提都有 天心 这感觉是个废弃的 运输车 哇 后勤部长 今天要炒一个黄瓜 黄瓜进来炒虾 今天的晚饭 然后我们配上一些 真的包子 密质椰蓉虾 椰蓉虾 椰蓉葱姜虾 我们的晚餐不错吧 我是粉色的 从中都是蓝色的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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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树叶上的露水掉了下来 嗯 镊子上的水水掉了下来 走 使劲 哇 成长我们到了Little Girl 这是一个在蓝山更加西北部的小镇 当年妈妈和爸爸这里拍出了一组神奇大片 对 那时候爸爸妈妈刚认识 然后一起来选一个 买买个什么 你也学吧 最喜欢在别人家吧 不公平 就是 那我们去看看那里的纪念 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个纪念碑吧 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啊 我不要看 查尔斯达尔文 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生物课本里面最著名的物种起源 所谓的演化论的提出的科学家 其实达尔文不像我们总想象就是个老学鳩啊 他在1836年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了澳大利亚这片大陆 因为其实到时候他从欧洲过来是非常遥远的 而且呢 他来这边主要是因为他想研究鸭嘴兽 这个生物呢 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生哺乳动物 而且呢 由于他还算古老 就在澳大利亚这片大陆上还能找到他 其他地方呢 早已绝迹 所以当时欧洲人是没有见过鸭嘴兽的 很多人把它标本带回去 当时的那些科学家就说 啊 这怎么会有一个像老鼠的身子 但是松鼠的尾巴又有鸭子的嘴和它的铺呢 它到底是生活在路上还是生活在水里 就大家众说纷纭就觉得 这一定是尾 生活在水里吗 你有看到吗 所以就觉得这肯定是造假 于是达尔文呢 他本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特意专门来到澳大利亚 他就住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湖边 一个小木屋里来去做他的研究 这屋不过现在呢 已经不在了 所以呢 纽索斯特尔的政府专门立了这块碑 来纪念达尔文 哇 还有意义啊 跟着美人的足迹来去研究广阔的自然 我们只看到了小鸭鸭 没有看见鸭嘴兽 哇 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我们终于到达这个Double了 这里的休息区 这个是很多大卡车会停靠在这儿 然后过夜 但因为今天Vista 是不是啊 所以就完全没有人 我们就打算在这里休息啦 而且这个住宿呢 就在动员旁边 而且是ZERO COST 哈哈哈 绝佳位置啊 这特别就是 我现在就能看到狮子 哇 明天早上看看被动物叫醒 听说这里早上能听到狮子吼 啊 好棒啊 明天早上我们有个七点的拓 所以我们要早点休息啦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早上七点钟 就听着鸟叫兽叫 我们在这里集合啦 已经进动物园啦 我们有一个Morning Walk 可以去看各种动物喂食 所以你们有个女生 这么高的游戏 所以有一些小可爱 我们有一个人精神 我们游戏 我们把它们墨封要看 所以它不看似乎是困难的 所以这些蝸蝸蝸不太滑 而且蝸蝸不太滑 所以它可以放在岸上 因为它们... 不是 你看到这里 哦 它们在South Africa 想起以前我去南非的时候 看到野生林药 它们非常的健壮 在大草原上奔跑 那毛又黑又亮 我们洞园里圈养的林药 就比较放松 惬意 河马区给了好大的一片人工湖 真的是非常的自然 现在我们来看Rhyno 就是犀牛啦 哇 它在那头 这个呢就是犀牛吃的草 它叫嘿 闻起来像有葡萄干的感觉 就发酵了 可能是 好好闻啊 有点探险那味 成正也在吃早餐 咱们昨天说了达尔文 专门来澳大利亚看这个鸭嘴 这里呢就是Double Zoom的这个鸭嘴 救助中心呢 因为这个动物园 它是非盈利的 所以呢 它不喜欢让我们大家来 上官学习 而且它其实是在这种 护士班里面 拯救了很多受伤的鸭嘴 然后在这里面进行治疗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一毒鸭嘴受的风容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一毒鸭嘴受的风容了 哦 哦 他们还帮助大象做手术 这是什么 哇 这是那个蜥蜴的鳞片呢 哦 这是瀑布蜥蜴的 这是瀑布蜥蜴的鳞片 它真的可以摸到 开手做一个卷饼 你看都有什么 鸡肉 酱 菜和沙拉 对 然后晚上呢 我们还要来一锅鸡汤 一锅鸡汤 然后把它炖上 今天用一个小灰水箱 把我们这费水都积到这个小水箱里 就不让它留到马路上了 要是我们把它倒到草里就好了 哦 这个像一个小机器人 还挺可爱的 还能存40升水 哇 够用了够用了 一个动物园有各种交通工具 比如电瓶车 也可以自驾 还有那个抱的tour 可以坐bus 你敢相信吗 我以前在南非还骑过鸵鸟 它有一个牌子让你站上去 然后骑着它抓着它的翅膀 这个动物园做得非常有人性化 连这个小朋友的 playground 都是这种非洲探险主题的 看看 重重高还长长路高 这个太陡 这是你的三个人 你喜欢的镜子 泥巴 好 好 很高興 很高興 太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好 非常好 好 Oh, thank you. Have a great day, guys. See you later. 大家都知道谁是谁了 这个动物园的设计非常巧妙 让你感觉不到有围栏 这些动物就没有被关起来了 还有一个土坑挖下去 然后把电子围栏放到土坑边上 这么看不下去 哦,这样子 最多的大水球树 太可爱了,胖嘟嘟的 哇,这里面还有一个叫water hole 这里是一个雪像乐园 专门给小朋友玩的 也来了 做得开心 哪有菜? 那我去爸爸 哇 哇,你看后面这个花花的大坝 一会我们就要坐这个去狮子区探险咯 哇 如果有很多小的小人 如果不可以看到窗窗 你可以看到他们 如果你喜欢 谢谢 耶,巴斯开动了 好热 好热 这个动物园设计很现代 现在我们要进狮子区 这些营养自动打开 前面这个前面 让人家按钮 对 他们会在这里 这些营养自动打开 很厉害 因为如果他们想要 帮她 大帝的大帝 他们就会 这些营养自动 太难了 所以我们是在 营养自动 对 好,我非常享受 对 对 这个公园是非营利的 所以我们之后决定去 去纪念品店买一点东西 来为这些动物们做做贡献 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呢 就是在这样的纪念品店里打工 是在美国的Universal 今天的我终于有机会 在这里面挑选自己喜欢的纪念品啦 这边跟肯尼亚 还有很多合作项目 就有很多非洲的手工艺品 妈妈肯尼亚 还有宝贵圈子 哇,这么多场景录呢 爸爸决定买一个sticker 这样贴在我们的车上 好了 我们的Karonga Zone Double动物园 这里终于结束啦 房车旅行也要回去啦 爸,我们要回国咯 我们要吃饭啦 在这里 大家拜拜